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第四季叫资金行情 第四季你再不赚一整年下来 你要赚的机会就很少了 如果现在是十月才开始而已 才开始台阶人就表现给你看了 那我们看这里来 大盘上个礼拜五翻多 今天继续涨 当然大盘离24416还有一段距离 对不对 但是来 这台积电 台积电是不是领先就翻多 而且我也跟你讲 台积电1080会过 只要这里翻多 因为他ABC修正完毕 在这里我就提醒你 他已经走多头了 所以今天最高来到1075 离1080说不好听 明天就过了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因为现在的美股股市的 我们叫美股的 我们叫旗子 美股的旗子 现在是涨的 那假设旗子涨 明天ADR 就明天早上ADR收盘稍微涨一下 台积电1080就过了 那台积电过了 何况10月17号台积电要法收会 所以我认为 今天15 明天16 所以先过1080 然后呢 然后开法收会那天 反正法收会是下午 刚好17号还会再创新高 那再来就看法收会的内容 那我认为因为 rider的Black Whale Nora linkingいた 它大量出波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盘是 多头才正式开始 但是 一定有人 人家是要赢在起跑点 一定有人 输在起跑点 输在起跑点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这我昨天讲过 这有连俩 好 连俩在93.7这里 没有问题 93.7涨到398 我问你好了 你不一定买93.7 你就按照我教你的 买进信号在这里 离93.7这里很近 差不多100块附近而已 我常常用阿图博 不是 不是美国棒球队 太空人的阿图博 不是啊 是台湾的阿图博 阿图博 他是个大善人 他们两个很重要的理念 其实我要先量他的理念 第一个 量一定不会骗人 量 量一定不会骗人 第二个 穷人 应该讲说为什么会穷 因为贫穷的贫 跟贪心的贪 就差一点而已 那有人一定会很贪 对不对 一定会很贪 贪什么 假设你今天去买的人 来来来 假设你今天去买联雅的人 你去买 因为他是在分盘交易 你只要一买 开盘3825 就说你买开盘好不好 不一定买最高 你买3825好了 你买了 因为他 他分盘交易是不能做当冲的 你买了你就不能卖了 你买一定不能卖 因为他不能当冲啊 你买了 然后呢 你看这是什么 一盘两盘 看到吗 一盘两盘 第三盘就跌挺守起来了 也就是 觉得你是很贪心的人 你去买的贪心 追蓝利亚 想要做个短线 赚个恰差 那就贪心吧 再看一遍 买进信号93.7 你们都不理他 你会要等到 三百九十几块才买 三百九十八是什么逻辑 你知道吗 跟你一起去想 你有两百五十万 有吧 应该 老实我不止 我有五百 好 你有五百万好了 你去想 你五百万来 你五百万在这里 买联雅 到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你有多少吗 你知道你有多少吗 两千万 这股票市场 为什么很迷人 你如果 我说 你去 等一档股票 你守住一档股票 不要像菜市场一样 像招费店一样 这边你要买 那边你要买 股票市场 钱是 财务是等来的 你在这里等 就会让你等到吧 来 我们来看看K线图 你可以等到吧 你可以等到吧 只要等在这里 对不对 这里满金信用来 回头看 有啊 很明确 满金信用在这里 我说好了 你五百万会变成两千万 你等到半年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半年 一点你都要你等 对不对 只是你不知道答案而已 所以你看 你在这里 五百万变两千万的时候 请问你会不会卖 其实今天我的会员 问了我说 老师 假设你有年业 你会不会卖 那我就教他怎么卖 因为他有两次卖的机会 来一次 来这里抱大量 然后分盘交易以后 来到这里 这里创新高 看到这里创新高 但是量没有上来 隔天或是这一天 都是卖点 这叫第一次的卖点 卖一半 这很简单嘛 这叫量价背离嘛 很简单的 这阿呆都会嘛 股价创新高 量没有上来 那是什么 那一定要先卖一半 然后再来就是 昨天 昨天为什么要卖一半 因为他在分盘交易 分盘交易 然后这里 其实各位去看指标 这里是两度背离 所以要出清 各位 这一天卖一半 并不是很高 只有三百四 比今天跌停版还低 有人说 老师你收拾故事 我待会你就这样操作 你看我们这张 不是这样操作吗 来 这张印度宏利 为什么147 在这里我每天都讲 虽然今天他涨 147跟87 差60块 为什么要卖 它的量 对不对 股票最怕什么 股票最怕什么 最怕出量 猪最怕什么 最怕肥 你最怕肥 股票最怕量 你出量 出量不会是低点 对不对 那那那年底下就很清楚 这里报大量 报大量 好它继续涨 你可以报 但是 但是在报大量的时候 它要超越这里的量 为什么 因为这叫量价背离 所以又出一半 然后这里 为什么要出一半 因为这里在RSI 它是两度背离 股价创新高 RSI 两度不创新高 那当然要卖 我讲的就是 我待会很操作 你看我们这档 就是这样做 我们这档就是这样做 而且我就这里 公开讲 昨天最低859 今天我说 今天不用卖了 你今天最早有反弹 我也讲过 有些投资人 我的投资 这是我的慧眼 他在这档 股票赚了400万 所以很厉害 我们卖一台 跟着卖好厉害 对不对 赚400万 很厉害 然后到期的 他不参加 他认为 我自己做得好 真的 他跑去买 跑去买105 105 其实在这里卖105 老实收 105也不贵 对不对 我认为105怎么会贵 我们刚开始 80几 90几 100都买 他148 下来到105 也跌很深 真的不贵 但是股票市场 不是贵后不贵的问题 而是明天他会涨吗 下个礼拜会涨吗 股票市场一直要这个 有很多股票很便宜 我刚刚来讲这一档 这一档很便宜 对不对 近景 他很便宜 基本面很好 4块多的股票 你看股价才多少 今天一样大盘大涨 还不到100块 而且以今年来讲 他赚法大概6块 6块到8块跑不掉 股价10倍本利比 就着成了 折叠机的 那不是股票 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而是什么 不是这种股票 我说不好听 有些公司 我们叫公司派 我不要说在坑杀散户 他是不是在跟散户对照 股票稍微涨 他就丢给你 他不要成本 他已经配息 配股配了很多年 他不要成本 不是1万块 是0 他不要成本 我拉到100多 他就给你了 你说基本面很好 怎么会跌 今天 这个基本面 没有基本面的 怎么会涨到300多 没有基本面 真的没有基本面 怎么可以涨到300多 所以股票市场 基本面是什么 很多很多老师 我就喜欢看基本面 OK没问题 基本面适合什么 台积电 鸿海 这种什么 这种大桶 大桶 基本面有用 其他这种小型股 没有讲基本面的 什么叫基本面 来看这一档 238 有没有基本面 赚7毛钱 营收2400万 我一直讲说 像这种电子股 他市值 你可以称他市值 算7亿 7亿 如果以240来讲 多少 你247 28 274 160 他的市值 160几亿 营收呢 营收只有2400万 我告诉你 像我们这种 投雇公司 营收一点都 一个月有时候 大一点的 那个投雇公司 大一点的 我们是小的 没有 大一点投雇公司 他一个月收入 都会超过2400万 而且毛利率 也比他高 一家公司 静止送货厅 两亿都不到 这种公司 静止160几亿 市值 到现在市值 是160几亿 全部他有基本面 没有 那为什么要涨 和国费 我常常什么叫好股票 你一买了 赚钱就是好股票 就算他没有基本面 也是好股票 你看静止9块钱 静止9块钱 是什么 如果现在 股票不交易了 全部都不交易了 拿去重点重 他好像9块 10块也没有 一丢也没有1万 9块 9千块 一丢 就是现在股价 一张是20几万 那就静止 静止9块钱 一静止要10块 这9块钱 他可以涨到200多 有基本面 你告诉我有基本面 营收2400万 我一直想说 像这么好的公司 什么叫好股票会涨 所以你应该跟他拍拍手 这好东西 你里面做这个国费都会探紧 对不对 然后再来 还有这一档 这一档更扯 今天 我相信 有的时候 我说你们 为什么要输钱 来 这种叫年金 3450 来 他基本面 来看基本面 你先看基本面 本益比367倍 本益比367倍 来营收 有啦 好一点 问题是股价 所以今天 来 这段时间 从九点半 一直到一点 大概十分 都掌停板收起来 很多投赋老师 就一直讲年金 盘中的 这些财经节目的主播 对不对 然后也跟你吹息 年金 掌停 大家也说 为什么 我说这是要 散户的宿命 有时候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宗旨来 一定让科学成功 你才有机会 我讲过很多遍 只要涨停 我一定不会买 而是我一定在涨停前 我就跟你买 买买买 买到有一天 他涨停的时候 一只也好 两只也好 三只也好 然后我就卖 我是专门在卖涨停的 你们可能专门在卖涨停的 你有贪金 你有好报 你有贪金 那本来也正常 像今天这个 现买现套 像今天你去买这个 明天 你今天去买这个 它是 它不放你甘休 你今天卖不掉 你一定守住 明天搞不好又一只 你去想 你随便买 你买开盘好了 你买个十张 等到收盘 你就赔四十万 对不对 明天你一不小心 就再赔三十四万 两天 你去买个十张 你手在剪 去买了 两天 一台车没去 古产车没去 这股票市场 我说 我为什么教各位 有时候你要很慎重 你要尊重 对不对 起账点你不买 过程就不要去买了 你就等下一个起账点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 一直在做这档股票 我们就在锁住这档股票 今天它的量 剩下三百四十四张 你看到 下来 量 也就是从这里起账以后 到今天 它今天出现的凹动量 什么叫凹动量 就是 没有福尔了 没人买了 就凹动量 就没有福尔了 它的股本是 七点三亿 这里最大量这里 这里才不到七千张 不到十趴 五千多张而已 那 外资是一路买 你看到就一路买 对不对 买到昨天六九一三 今天外资卖了二十几张 因为已经没有量了 三四十张 外资稍微压一下 奥动量出现 这种股票 未来会怎么样 全部人知道 我等一下讲故事给你听 那我们 你可以扫描 留电话 打电话来参加会员 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前进关键码 前一波台积电1080 也就是大盘 24416 那个大波段 有很多股票飙翻天了 那再来经过 整理了以后 大盘重新又再多头 以前的男主角 现在不会是男主角的 以前涨五倍十倍的股票 怎么会再涨五倍十倍 所以为什么最近的细光值标得很厉害 其实它是在告诉你 其实任何 不管机器人 不管AI 它都要通信 它又不是傻瓜 一定要通信 对不对 一定要通信 就像手机一定要通信 那通信 最夯的叫星链 也就是卫星 我们可以挡股票 这是美国的股票 ASTS 它是卫星风潮 就在地面接收卫星信号的 你看它六个月涨多少 涨了11倍 六个月涨11倍 那我们看其他股票了 这叫纽一滴 六个月才涨60.54% 然后再来 台积电 台积电 来 台积电六个月涨多少 六个月 才涨了37.16个person 那 这种星链一定涨 你看最近 马斯克是不是很厉害 它发射卫星 它既然发射卫星 它的那个发射 真诚的 也就是所谓燃烧的那个 机座还可以回收 很厉害 那以前卫星涨很凶 已经整年一年了 那星链里面 史丹林克就是马斯克的 那史丹林克台湾有一家 叫 Piponink 它是第一家 也就是首家 跟史丹林克合作的技术供应厂商 它是首家 所以这种东西 也就是说 目前市场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是他日本的子公司 然后呢 然后我说 我今天盘中的时候 反正闲着 我就把所有的股票 一千多档 我就用了程式 把所有的股票都乱一遍 你乱一遍 我总是要挑一些股票 好的股票 结果我们发现 没有一档股票 比我们这档 美国机 更好的股票 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 为什么要守住它 为什么我们从8月开始 到现在已经10月 就守住这两股票 来我们来看它 这是很确立的 第一个 上下半年的营收 40比60 我用40比67算 我们先求稳 好不好 求稳 什么叫稳 它公司说 我上半年营收 大概40到45个percent 下半年的营收 大概55到60个percent 那我们把它40到60去比 好 那前半年40个percent 就在这里 那下半年60个percent 应该要29.45亿 按照公司的说法 我把它40到60去比 那减掉它第三季 也就等于第四季 它要做到18.25亿 平均三个要做18.25亿 那因为它 它真正的大单 是要在11月12月 会有大量 所以我们预估在5月份 大概顶多吧 大概5亿而已 大概啦 那大概5亿 如果用这样扣掉 5亿的话 那还有大概13亿左右 也就是 它平均两个月 如果好了 把它领的 领好了 4亿2500万 那其他平均 有14亿 等于11 12月 最少要7亿以上 那7亿会怎样 你7亿去比这里会变成怎样 等于每个月都剩下一倍 营收啦 那如果剩下一倍 代表什么 它绝对不会在11月才表现 它一定会在这个月 我们认为 它会在这个月股价就表现了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个拿出来给各位看 我说单单外资 今天卖了23张 单单外资 这五个月 包括这个月一点点嘛 其实就卖23张 这个月还是买超啦 这五个月 包括这个月 总共买了6000多张 那这6000张 2466个月 6000多张 它的成本是142 为什么 因为 外资总共也才6900张啊 它这里买了6000 将近100张啊 都在142 我刚所讲的 什么不会骗人 第一个你看到基本面 第二个你看到 外资的成本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又没想说 哎 连你啊 它 它这么久的时间 你又没有想说 你在这么久的时间 你敢买吗 你能买吗 你会买吗 这么久的时间 你会买吗 如果你在这里买 就算你在这里买啊 好 2月27号你去买啦 买150好了 来到这里398 你150万变 150万 你变400万 我整数啦 啊 那怎么不好 哎 150 150变400是多少你知道吗 哎 你等于多了将近两倍了 你 你如果用房子去想 你一栋房15万 你去买年约 155块 结果在这里 你今天把它卖掉了 你变成什么 你多了将近两栋 一栋半以上的房子 你等于有两栋半的房子 两栋 透天的 两栋半透天的 我问你 等这么久 有 我没有说你买最低哦 等这么久可以吧 所以我说 我为什么 会很坚持 第一个 我们先确立 最重要是 大量 大量的 放量会落在明年的 11月开始就 量就出来了 放量 我一讲 我每天想到 金工 你看 就在看影片 什么叫金工 金工强固 也就代表什么 要比较贵 毛利率比较高 叫深贵 看到没有 深贵 增量 所以我一直在等什么 我们其实看外资 外资都在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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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结果这六个月 包括这个月 这个月也算买超 已经在这里 其实在这里买买买买买 红色下面就是 没有 红色就是买超 联系这六个月买 六千一百张 差不多六千一百张 价钱金价一百四十二 今天一百四十九 我告诉你 他如果突破一百九十六来 他突破一百九十六 我认为 你可能就追了 你到底就去追了 以及要开欧洲车 为什么不早开 其实我不推荐 我告诉你 我不推荐 因为我的会员 我每天都爱买 包括你今天 假如说一百四十九 我会员现在算赔钱 从八月二十二到现在 我的会员算赔钱 大部分 算大部分都赔钱 为什么一百四十九 我们会员成本没有这么低 赔钱 对不对 我要的不是一百九十六 我要的是什么 类似像连亚这样子 我会在这里 这里卖 这里再卖 股票市场 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而是你就买好买满的 然后呢 然后 他不小心 拉掌停了 第一支掌停 如果说比较厉害的投顾老师 他第一支掌停会追 通常的投顾老师 因为第一支掌停就追不到 第二支掌停 他就会发口信 叫你们买 他就开始第一支奖 你也买不到 可能会买到第三支掌停 因为第三支掌停就会爆量 那买了又开始要整理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 未来各位如果去买 这一档股票买第三支掌停 其实也还好了 为什么 这种股票 我认为它会超越联雅 为什么 它的量放出来 它有六年的美国的基建大单 所以为什么一直写 美国基 不管川普上 贺锦丽上 他因为订单已经拿到了 他订单已经拿到了 这在升规 规格升 而且量要扩称 要不要参加会 打电话参加会 然后扫描Q要扣 留电话 没同意时间再会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显身停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